哈囉大家好,我是旭,那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 9月3號是明天要開的超viver祭典 那有新的角色是巴斯德要來登場 那這隻的話總共是50連保底 那手持是不意外的一樣也是半價可以抽取 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巴斯德的部分 巴斯德,顯微事件的郡士也巴斯德 學術動物攻擊型,三維是6、5、7、9、7、1、7、4、3、5、2、4 主龍技的話是給予單體自身攻擊力30倍傷害 藍色珠轉換成炸彈CT 三回合賦予黃屬性黃色珠連鎖效果 那C技的話是給予單體無視防禦力的1萬固定傷害 加上自身攻擊力提升106回合 那被動3的話是破障礙跟駭客無效 被動2的話是自身在前頭時掉落最多30顆新珠轉換成C珠 那被動3是自身在前頭不出現藍色珠 被動4是自身在前頭點案次數加1 那點案次數加1的部分我是覺得啦看看就好 那如果到沒有特別很需要的情況下是不太需要去開的 那被動3的話我是建議避開啦 自身在前頭少一射就有一個穩定的輸出 我覺得這樣還蠻不錯的 那被動2的話就是一個算是幫助他自身疊攻的 那基本上是要配上一個炸彈的被動會好一些些 因為如果有炸彈的被動的情況下其實30顆掉完就是3000攻擊 兩次的話兩次在前頭就是大概是 他的攻擊力就是6000嘛 對嘛就疊6000嘛 那他至少基本盤攻擊力就會是大概維持在13000左右 那維持13000大概30倍的話大概是39萬 大概到40萬之間 我們大概出估算40萬 但我相信啦鐵三角像我們的法拉 他是CD6回合的 那法拉我就建議啦 法拉加上艾姆霍茲 法拉加艾姆霍茲 基本上你可以在巴斯德開季前一回就先疊一波 讓巴斯德疊上去 那巴斯德疊上去我想基本上攻擊力應該 大概1萬7應該是OK 1萬7左右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1萬7的話輸出就加上他的直傷 大概至少是50萬啦 50萬到60萬的傷害左右 我想應該是可以打一些 把輕鬆的一些容易的是打得掉 那我相當是喜歡用直傷的技能 因為直傷的話其實還蠻懶惰的 因為我自己算是個在周回人的時候 是懶人玩家 就是人不開技能 我就會不開技能的直接都把他帶走 不是人不點珠就不點珠的直接把他帶走 因為懶人玩家他部分都是這樣子玩 就是我們直傷我也不想點珠 點珠浪費時間轉珠一些什麼的又要拖 所以我們很喜歡就是只要能直傷帶走 就直傷帶走 這是現在日版還蠻多周回的趨勢啦 因為主要是女王素材真的是太白爛 女王素材的部分真的實在是太麻煩了 所以我們大家都會希望是簡易的周回就可以帶走 那巴斯德其實是還蠻符合這方面我們的需求啦 因為他的直傷其實30倍我覺得是算還可以 就是你看像火槍雖然有50倍 但是他的最大的死穴就是你看他要熱擊 他要熱擊造成了在周回其實優勢顯現不大 除非他可能前面有三關 除非是前面三關可以大概在第二關的收尾的時候 進王前一回我們可以先直傷砲一發 這樣子會比較有感 不然其實火槍有時候反而比較不常見啦 我們會覺得是這樣沒錯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那巴斯德的話我請 我會其實說我蠻喜歡的一個 算是蠻喜歡的一個角色啦 好啦那我們接下來要回到他的C技的部分 我相信很多人都說他是不是跟進了日版的C技固定 我告訴你們日版的C技威力傷 他是會被防禦力擋下來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但是為什麼我們平常會覺得日版的傷害好像沒有被防禦力擋的感覺 因為日版的怪其實通常已經沒什麼在上防禦力了 就是已經就是防禦力都是0 所以造成說你會覺得好像沒什麼感覺 但是其實如果對方有上防禦力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其實C技的輸出是有受到影響 就開始有一些尾數出現 就不是完整的0字尾 就會看到有一些受到補正的影響出來 那台版這個設計就是給予單體無視防禦力的1萬固定傷害 那就看得出來就是是無視防禦力的 相信這絕對只是為了補正他C技的部分 因為其實六回合疊攻常駐其實還蠻噁心的 那為什麼火槍敢這樣子用 因為相信是因為火槍的基本機質是1 就是他一定要靠C技疊 他如果再給他固定傷害 火槍疊在高跟火槍在底 其實輸出火力不會差太多 會變成火槍的優勢好像也就很普通 但是他的劣勢也很普通 就會變成說火槍的問題點不會那麼明顯 那當然我相信巴斯德 絕對是為了平衡 因為主要是他的攻擊機質就高了 所以他攻擊機質高的情況下 我相信這只是純粹是一個平衡性的問題 那Gerry單體無視防禦力的C技傷害 我們之後就是要來實測 他的傷害是用新式的C技計算方式 或是舊式的C技計算方式 如果是舊式的話 那其實就還是代表說台版沒有跟進 舊式的話大概是46連鎖的C技威力會是9倍 應該是9倍左右 那如果之後的話 新式的話就是7連鎖會是1萬2千吧 1萬2千的C技威力傷害 這個之後我們就可以再去實測 這部分就我們之後可以再來實測 看到底是1萬的傷害 或者是1萬2千 就是新版或者是舊版的傷害 我們之後可以再來去看 那整體來說巴斯德我相信對某些人來說 會是一些些比較雞肋的角色 但是我喜歡以我這種喜歡直傷的人來說 或者是你很常周回的 我是覺得他算是比較不可多 不可就是可能有沒有拿 其實不一定好 但是你哪天用到的時候 你會發覺他其實很好用 我只能這樣子跟你們說 那這隻的話其實是 還是我覺得會是蠻看個人的 所以我也沒有不好給出一個絕對的推薦 因為對於新手來說我覺得抽他也不錯 因為其實他本身的輸出力非常的足夠 雖然當然沒有像那些 紋什麼的那麼誇張 但是他其實是可以維持穩定的輸出 所以我自己其實是在日版還蠻愛用的 我其實如果有機會用到他 我是會上場他 因為我覺得至少他比某8什麼的好用 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那他的話我是覺得如果是新手的話 我是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當然是不錯 再來我們針對轉蛋池的部分 那轉蛋池的話是巴斯特機率0.7 那其他C65角色是0.8 以及C60角色是共3% 那目前來說 因為他們是說所有的祭典角色會出現 那目前來看 像有幾個比較爭議的 像是雙子或者是愛因斯泰 或者是像一些有的沒的 這個目前來說還比較不是很確定到底會被出 那因為沒有詳細的機率 我們也不好說到底有沒有把它放進去 因為像是反思會 每一個角色就會很直接告訴你這個角色的機率 就是0.01之類的 會很明顯的告訴你 但是因為其實官方沒有 就是台版官方沒有收的很清楚 所以我也不清楚 那我目前是說有人有歪到愛因斯坦過 但我抱持懷疑態度 就是有人說他有抽到 有人說他抽到雙子 有人說他抽到愛因 那我自己是對這個是比較抱持懷疑的態度 我覺得有可能是改圖 這個可能就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之後的話 可能我可能會再請官方再做一個正確的 比較清楚的求證 那之後我們就再來看看 好啦那我們今天分析就到這邊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忘記不要分享 我們快回到一千訂閱了 加油拼一下 我們快回到一千 就這樣囉 掰掰